接下來就和大家說說什麼叫股票借貸 股票借貸其實是和別人借錢一樣 不過今時今日你不是借錢你問別人借股票 你問其他的股東借股票 如果你借的是股票,那你還什麼? 借股票當然是還股票 但需要付息嗎?當然要付息 需要付印花稅嗎?記住借不是買賣就不用付印花稅 為什麼要借股票回來呢? 很多時候是用來做賣空的 因為香港一定要有貨才可以賣空 所以有很多人會借股票回來賣空 不用交印花稅 為什麼要做股票借貸用來賣空之後有什麼幫助? 增加流通性 那對本身的股東有什麼好處呢? 他不用賣了股票出去 就可以額外收這些股票借貸的股息 那他就有好處了 只要你能夠還錢還到股票 其實他就不輸了 OK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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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?